好 再来掌握的是这位新光医院的医师江守山 他所经营的这个食品店呢 因为代工厂呢 使用了鼎心旗下的正义油品 害他的商品受到波及 他现在上法院递状旗告 向鼎心要求偿10亿元 而法院也迅速做出了 魏家四兄弟必须支付10亿元的财准命令 魏家依法可以在20天之内提出抗告 而江守山呢 必须先缴交将近千万元的裁判费 整个案子才会在法庭实质审理 为了自家品牌商誉 新光医院圣匠科医师江守山 向法院递状提告 因为自己开的江医师鱼铺子 所贩卖的猪肉酥 使用鼎心集团旗下正义公司的油品 而卷入黑心油风暴 江守山向法院提出代位求偿 怒告魏家四兄弟赔偿10亿元 或台北地院裁准 对我是一个激励 也代表法院了解 这个下鱼厂商所受到的痛苦跟伤害 不过我认为鼎心根本不在乎 台北地院认为鼎心集团 的确涉及贩卖假油 且列为被告遭检方起诉 而江医师追求林污染铺子 也的确受假油案波及 认为江守山有权要求魏家赔偿 而魏家及正义公司 收到支付命令裁定后 依法可以在20天内提出抗告 而全案将进入诉讼程序 得各自上法庭举证 胜诉才能获赔 他必定会提出异议 那既然他提出异议 也希望这个法官在裁量 魏英聪是否该交保的时候 也把这一点例如考虑 希望魏家不要抗告 拿出诚意面对 江守山也承诺 胜诉后将提拨4亿元 成立民间食安小组 其余6亿元则用来赔偿 消费者的损失 对此鼎心集团公关则不愿回应 记者王明熊 A3G小组台北报导 记者王明熊